别于前世诸菩萨道 就是阿赛王子这些人 不是这一身修行 深深世世 能够遇到佛 听佛讲经说法 多大的佛报啊 偶尔遇到佛了 都是无量界前的因缘 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 无数节来 供养四杯一福 我们想想 他的善根佛报 多大 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身在释迦牟尼佛 末法时代 今天能遇到无量寿经 能听到佛经上讲的这些话 我们如果不是前世诸菩萨道 无数节来供养 不知道多少佛了 我们能有这种善根佛的因缘吗 不能小看了自己啊 阿赛王子能做到的 我们都能做到啊 黄年老在此地劝勉我们啊 应该要想 阿赛王子这些人一样的 文法欢喜 把这个经的里面所说的这些事 礼都搞清楚了 都搞明白了 自己身心悔 尤其这个法门不可思议 法门无比殊胜 地业无上大法 就是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了 我们只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里 心里面千长挂路的东西通通放下 其心动力 一切时一切处 心里头都有阿弥陀佛 我们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成佛 就成功了 这个世界上世界 别想它了 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好 没事 如果我们不想干嘛 我们要想是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那我劝你 首先成就自己 自己没有成就 你帮不了人 自己成就最快速的 最稳当的 无过于往生净土 清津密头 你很快就成就了 思口 你很快就成功了 招待